副县长陈振生前往南投税务出张所 罗西家族主持南投心理健康月宣导记者会 会中拼取卫生局简报南投县卫政的七大面向 四大主题的施政报告 陈副县长对于卫生局创新思维表达肯定 并对全县的卫政同仁不为劳苦提供县民最好的服务 表达感谢之意 县府卫生局在南投税务出张所罗西家族 举办南投心理健康月宣导记者会 副县长陈振生在卫生局长黄昭郎陪同下出席与会 会中听取卫生局简报本县卫政七大面向 四大主题施政报告 陈副县长表示 每年的10月份是心理健康月 县府每年都会办理活动 呼吁民众多关心周遭亲友心理健康问题 减少忧郁症发生可能 透过持续治疗 促进患者生活品质及健康 今年来 卫生局推动建构13乡镇心理智商服务镇 幼敏医院及普吉医院开设24小时新刀管中心 五星长照服务 行动眼科设备及充实偏箱医疗设备等创新服务 成果丰硕值得肯定 今天这个会里面我们会想感谢卫生局七个科 那就四大主题进行说明 那这一次的主题我们是以忧郁症为主题 最主要是忧郁症是老人家比较容易有的现象 那以往因为从9月以后 我们南投的自杀比例是偏高了一点 不过这些年来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卫生人员以及医疗院所 还有第一线的 一个卫生人员的努力 也让我们自杀的比例 直连直连的减少 同时我们也要感谢卫生局 特别在每一个乡镇的卫生所 成立了心理智商服务站 也列为让我们的忧郁症自杀的人口 只能输法下来 当然忧郁症患者最主要还是心理智商 以及服务药 如果能配偶进行的话 应该可以减到最低 所以这方面我们也继续努力 卫生局长黄昭郎表示 本县积极推动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中 包含各项健康政策中 推动全民健康、心理健康 及卫生保健等相关业务 拨化全人、全城、全方位之身心健康 提升民众幸福正向能量及健康环境 因应人口结构改变与社会变迁及跨专业治理需求 进而提供全方位长期照顾服务 主要透过今天我们卫生的一个记者会 让我们前线的民众 也透过我们新闻媒体 让我们的县民更知道 我们未来 现在我们卫生业务 重大的医疗卫生保健 还有长期照顾业务推动的一个情形 也让我们的县民能够知道 我们到底卫生局在 县政府卫生局在为我们民众 提供哪一些的服务 然后民众知道这样的一个资讯的话 也踊跃来利用我们这些 医疗保健的一个服务的管道 县议员赖燕雪表示 十分肯定县府举办这次健康月 记者宣导会的用心 希望透过媒体报道 让民众更加了解卫生局业务的推动成果 今天是我们南投县政府卫生局举办 心理健康月的媒体记者会 透过这个记者会 说明我们卫生局所有业务单位 所有所做的一个执掌 让我们的乡亲了解 不管是我们南投县的医疗资源 或是我们在食材 或是我们在医症方面的推动 让我们乡亲更了解 尤其是在长照方面的资源 今年有很多的政策滚动 包括机构型的一个住宿补助 也透过这场记者会 拜托我们媒体记者能够多多的宣找 用我们的双手宣导我们的政策 让我们的乡亲民意能够更满意 我想也感受到南投县政府卫生局的用心 我想有温度的政策 人民最有感 那么晏雪市非常的支持 身为第四组的一个总招 所有的预算我们都会全力来支援 来支持 希望南投县民得到最好的一个照顾 卫生局表示 未来将继续在医症、药症及毒品防治、食品卫生、保健、疾病管制、长照服务、医疗检验等业务基础上 为南投县民把关 推动各项卫生业务 并以县民的健康福祉为最大考量 同心协力打造全人健康照护、全民均俭乐活的目标 记者蔡士奇南投市采访报道